全部都選心靈 只有言喻 对 您选的是投资理财 这个我也会选择 因为大家你看 2024年的股票 风这么快 它全部都在谈什么ETF 对不对 AI这种 怎么会去看心灵 我也是有可能 有些人没有上到车的 就可能需要看心灵 对啊 读一下 阅读风气重新兴起 请问 2023年 台湾全民阅读力统计报告中指出 民众最喜爱的是什么类别的书 A 投资理财类 B 心灵疗愈类 你作答 是心灵疗愈吗 2023 2020股票这样子 对 应该是大家投资理财吧 我以为 结果大家全部都选心灵 只有言喻 对 您选的是投资理财 这个我也会选择 因为大家你看2024年的股票 风这么快 它全部都在谈什么ETF 对不对 AI这种 怎么会去看心灵 我也是有可能 有些人没有上到车的 就可能需要看心灵 对啊 合理一下 可能说或者是之前 是吧 之前住套房现在都解开了 是 反而是没进去的人 没进去的人 可能要看 对 凤叔 为什么选心灵疗愈 我就突然觉得身边的人 都在研究心灵方面的东西 突然的雨后春笋般的茂盛起来 我自己从我的菜市场哲学看了 就是你看我们艺人里面也好多人 开始在走心灵成长 对 然后开Podcast 然后开课 Podcast也是很多在谈经济 很多在谈正面 然后能量 能量很多 心灵疗法 我觉得这很多同温层的问题 而且你知道像2023年 其实像黄山料这个人 他一个人就扛起整个出版社的收入 这是我前两天在Tray上面看到 还有Peter Su 他们的作品其实都非常的畅销 都是心灵类 可是你们不是在公里说 这个懂得肺炎一样吗 这其实就是 怎么蹲夜距脚夜酸那种 对 另外一个方式来讲 就是心灵毒鸡汤 可是它也在变相地 也在鼓励你 让你知道说明天一定会变得更好 你就会被催眠 正确的答案是 A 同志理财类 当然是同志理财啦 你看2023年2014 就疯掉了 大家现在不是讲房子 就讲股票不是吗 没错 按照国家图书馆的借阅记录 民众去年尽管次数跟借阅书的走速 都双双创下历年新高 代表现在全民运 全民都喜欢来一起阅读 我觉得这有bug 然后呢 纵观去年民众阅读兴趣 年度读者最爱图书排行榜中 前10名里面有7本 是跟投资理财相关的图书 讲必这几位都不缺钱啦 对 你知道所以根本钱 把钱试而奋堵啊 没有 或是心灵更受伤 因为我是来不及上车 来不及台积电 所以就只好去看这些 不是光只有台积电 周边的AI 黄耀人来多久了 回答 我会买7月1号一张三千 一股三千 那只加一千 但是还好你上面有累积9千给你啊 哇 不错啊 不要不然这一题 你看全部答错 你答对只有一千 这也没意思吧 这个就是我们节目刺激的 上一轮没有的 到底幸运给谁 来 请输入李妍妤的帐篷 是的 马上累积到2万5 看到没有 现在她变成第一名了